一帝竟又一次倒在八桥,但跟以往不同,这一次不再由以往那样铺天盖地的卖骂,他们这次只是三号种子,从冒泡赛一路打到八桥,大家都说他们尽力了,虽败犹容,可是厂长的S赛又结束了,他上了三场入围赛,三场小组赛,输了一场KT,被人追着骂了一把伤,但FSC一帝竟输了一把没有上他, 两把没有上他,然后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征程,晚上阿部发了一条微博说,电子禁忌是属于年轻人的啦,要重新想想未来的路,曾经他与敏凯白手起家打天下,兜兜转转,赞与有过,谩骂更多,我们都知道,终究到了要告别的时候了,今年敏凯二十五岁,看上去仍是个少年的模样,阿部虽然才鬼而立, 却俨然是成年人的样子了,此刻回想五年前,他们站在IP50讲台上那样密气风发的样子,总让人觉得时间走得那么快,那年,敏凯十九岁,玩卡牌,死哥和鱼人,阿埃欧,尼亚高分段载了个遍,睡带着,带着手下小弟兮兮抢,如今得云色的那个胖子, 争战各大服务器打单子,敏凯玩鱼人,西西卡玩他三,没把二十分钟,一天能挣个大几百,赛季结算的时候,阿欧一样的号没法胜第一了,于是手下小弟西西卡帮他演了两把,敏凯拿了个国服第一,以及诺导的称号,微笑和若峰找他去为问他能玩打野吗? 明卡点头,开始练堂狼,狮子狗和瞎子,没想到,一脸就是六年,六年里,他拿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冠军,成了LPL的001号选手,见证的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在中国的崛起,心胜和一点点慢慢衰落,他身边的队友换了一个一个,对手也换了一批又一批,那些熟悉的ID越来越少,有的成了主播, 拿了大合同,有了自己的生意,结婚生子,按摩稳稳过日子,也有比他更年轻的,有的挣到了大钱,呼风唤雨又被打入尘埃,有的混到了二线队,越泡草粉,或只等死,他回头望过去,身后空无一人,他孤零零的站在荒漠里,艰难跋涉,还好还好,老状态回来了,他换了一个又一个队, 大的也不如意,但至少在韩服rank碰到,还会嘲讽他只会刷FU,明看回一句,两个人都有些落寞,这不是他们的时代了,他想起来刚到位那时候,大职业太穷了,为出去打比赛,坐十七个小时的坐铺,几个人挤在一个招待所的房间里, 但索性那指战队有若风,微笑,草莓,他最小,虽然脾气不好,但大家还是照顾他,慢慢的,他们拿了一个又一个冠军,虽然明看在微笑的光芒下并不出众,但是少诺堡变成了一个褒义词,接着他们有机会去打世界赛, 经历了一场断线门,五个人忍着高温和饥饿,打了去十小时的蹦,明看拿到了他的第一个八强,那时候的明看,一定不会想到,这会是他一辈子的最好成绩,大家也难过,也憋屈,除了老大哥若风觉得要说点什么,但想的更多的还是训练,要变强,然后过了几个月,他们封闭训练完, 又开始一场一场打比赛,突然发现天下无敌,他们不断赢,拿了不可思议的四十八连胜,拿下了二百五,现在的观众大多说他是个票游赛,没啥含金量,奖金都不知道有没有发了,但在那时候,对于国服玩家来说,就是过年了,一人领一个伪的头像,打个游戏,十个人都是伪的头像, 玩抢牌梦魇和EZ,那些明看站在大哥们的身边,特别青涩的笑,但谁能想到呢,一年过后,他成了这支队伍的叛徒,被无数人托弃数码,他和阿布一手创建了EDG,S拿下了国内所有比赛的冠军,但是那一年的年度胜利, 他们连一个奖项的提名都没有,他成了中国英雄联盟最大的反派,他没说什么,继续一盘一盘的打Rank大训练赛,他用百分之七十的胜率冲到了韩服第七,用唐拉莎的韩服文风丧胆,他遇到了那年的冠军中单,遇到了那年哭得气不成声的小羊驼,他把他们叫到了EDG, 又一年统治了LPL的春季赛,决赛打LGD他突然发现,当年被他骂回家养出去的那个小伙子,成了LGD的核心中单,居然能和彭伴伴手腕了,苦战了五局,决赛局上他逆风带起节奏,抢下大龙,解书狂喊,扶大杀之将倾,挽狂然于祭导,场场真男人, Deft最后一波武杀救主,完成对IMP的复仇,于是EDG去到C面对巅峰SK提一个寡妇,与一个妖姬的对决,他再一次站在了世界之爹,但那都是回忆了,如今的他坐在后台,看着年轻人们坐在场上拼杀,他的眼睛聚焦在屏幕上的比赛,但这些年的回忆默默涌过,还没来得及回忆完,他就要告别世界赛了, 他笑了笑,自己走开了,这些年,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的比赛,爱他的喝他的,都拿着棒大井盯着他,四三九六,马他飞剑,EDG永不团孽,他们喊他梦想行打野,不管看不看得懂比赛,人云亦云,他仿佛成为了职业选手中最菜的那个,连瞎子都不会,你打什么职业? 你看看你的队友这么多大腿,你还是连个八强都突破不了,仿佛一笔剧换个打野,就能轻松突破八强,一脚一个韩国爹,勇夺冠军,明凯不行了,老了,就会混吃等死卖梦想卖情怀了,赶紧退一把废物, 反正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,去开直播多好,趁现在还有几个猪仔,他也挣扎过,S6结束后,他把自己的ID改,成了糟糕的打野期,在家羞扬了小半年,小了又小,他还是回来了,他打开一盘盘rank,大家说他怂,说他不开团, 班本变了又变,他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打野风格,适应新教练的打靶,残血的挖掘机,一回去给队友抗伤害,但他还是统治了LPL,又是一年世界赛,和以往不同,这一年他不是那个英雄了,他只是个卫武打野,大家都等着看他的笑话,面对SKT他的雷克赛,一次又一次激进了Gank, 给队伍创造了一万的经济领先,然而只是一波,他的努力又变成了笑话,大家拍掌叫好,敏凯就是个废物啊,你看他的酒桶,大招只会抢人头,这么多年了还不会开团,谁也不会去看看数据统计,他在前期跟成功率,场均开团都是小组赛第一,数据,废物敏凯不就会刷数据吗? 打完S3,他一个人跑回房间,把自己锁起来哭,而在那些显示器的背后,无数人为他的丢盔卸甲拍手称快,把长蹲的辱骂倾斜在他身上,不管过程是怎样的,他叫敏凯,他做的什么事都是错的,所有的失败都该他承担, 也有人守在门口,哭泣着喊,敏凯,你别在意,敏凯,他低下头,说不出话,不管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,不管自己是什么水平,大家都在说,谁看得上敏凯这种废物? 该退役了,他也许对自己这样说过,但是转面想,就这样退役了,那他就真的一辈子就是个懦夫了,他挣扎着拍拍身上的血雨灰,又站了起来。 这一年,大家对他突然宽容了起来,以前那些黑他的人说黑出感情了,即便他打得不好,也有越来越多人替他说话,但他是敏凯啊,他曾经是英雄,英雄是不允许混的,他努力提高自己的状态,他拿出曾经的那个寡妇,在一排排rank里,隐藏在阴影中,收割一个又一个人头,每杀一个,就多一份希望, 但他回到一地季,突然发现,这个队伍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,他已经被历史留在了过去,他带给这个俱乐部的荣耀,给俱乐部被的锅,都已经成为了历史,他如今最大的价值,是做一个吉祥物,多卖一些周边,宽网还在替他拉全明星的票,但在S3,即便已经到了雪崖的边缘,也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。 去亲手继续,或总结自己的梦想,是是什么?他也明白,不该有什么怨气,在很多人看来,如今的他确实不适合版本,不适合一地地了,他只是有些不甘。 年轻人们很沮丧,但大家都在鼓励他们,你们是三号种子,打得很尽力了,虽白尤容,没人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,他也不愿意听这样的话,他叫Clear Love他曾站在世界之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